有多种形式的锻炼,我们建议步行以保持腿部的温度,散步保暖,民间有据老化,先练走路,散步能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人的心肺功能,同时能促进血液循环,达到温热全身的效果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,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。那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健康2.0,凯云陪你守护全家再升级。 观众朋友,我们都希望健康、长寿、劳本劳,还是捕头刀,嗯,这个厉害。除了捕头刀,牙口要好做,诶,你的这个整个伸手脚尖,而且行动立场这一点更重要了。这是大家的期望,但是啊,没有那么简单耶。 来看卫福部的统计,长寿是礼物还是诅咒,为什么会用到诅咒这两个字呢?原来啊,所谓的不健康生存年龄,现在一直往上飙哦。 最新的数据,以2018年来说,大家平均寿命在台湾达到了80.69岁,健康生存年限,啊,只有到72.28岁,这个时候是健康的。 到了72.28岁之后,哇,开始可能行动力也出问题,胃口也不好等等,这样算下来不健康的生存年限,哦,一直飙高,飙到了8.41年。 光想到就让人很害怕,8年的时间不健康,不能走,胃口不好,怎么会这样? 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现在的医疗保健,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,可是呢,我们没有照顾到我们的行动力,你看我们的人生的阶段,我们第一个阶段呢,就叫放,像我爸妈刚退休的时候呢,他就是到处出去玩,国内也可以,国外也可以,可是过了大概几年以后呢,发现,他们呢,越来越少出去,比较常待在家里面。 对,不过呢,他们还生活还是可以治理,那这个阶段呢,我们叫做方雪,这个方雪,这个阶段呢,就是他功能是正常的,嗯,再下来呢,发现,最近发现他们呢,上下楼梯,开始有点困难,哦,而且种的东西,搬不太动,所以他要分好几次去搬,对,走路越来越慢,然后身体越来越伤,